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的时候一直不断在怀疑自己 就是因为他用了很多 我觉得很第一人称的视角 然后让我真的去同理这些角色 他们里面的心境 然后我觉得最 让我有同理感的是 虽然他们的 就是跟一般人不一样的点 是在于他们会吃人 可是他就是会让我投射到 我想说对 每个人都会有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那那个孤独感感觉是差不多的 然后就一直觉得说 天哪天哪 就是我好能同理这些人 他们在面对这个社会的一些 价值观框架下 然后但是跟他们内心欲望 所想要去做的事情 是很相抵触的这种 很矛盾的感觉 而且我很推荐 大家真的要进电影院看 这部电影的导演 是之前那个 Call Me By Your Name 就是以你的名字呼唤我 这部电影的导演 他们是同一个导演 我觉得这部电影 跟以你的名字呼唤我的差别是 他的节奏又更好了 但是漂亮的景色依然都在 但我先问你 就是如果他是很怕看到血的人 可以吗 里面为了要具象化 他们吃人的这个行为 就是有很多血性的片段 然后我在看的时候 是完全不敢看的 所以你是会就是自己 调控你的眼睛就对了 我眼睛是闭起来的 然后因为他有那个 吃东西的声音 所以如果撇除那些画面 不看的话 我是觉得很OK 可是就是真的 我在里面完全不敢吃东西 而且我那时候在看的时候 很好笑是 我旁边坐了一位 她是自己来看的女生 然后她一开始前面就很冷静这样子 就越到后面剧情越来越多 就是让人家很惊讶的点的时候 她是超级沉浸在里面 然后一直发出 怎么会这样 那种惊叹声 她完全入戏是不是 对然后我本来以为 因为她自己来看 我就以为她是 就是心脏很强 或是她本来就喜欢 然后是到后面的时候 因为后面有几幕 我真的太想看了 所以我就没有闭眼睛 但是我是用手这样折住 然后就是用手指缝间的那种 余光大概看一下 然后我就稍微扫了一下旁边 就发现她完全把眼睛闭起来 那我最后想问的问题 就是她是原创故事 还是她本来是一个小说 她是小说 OK 跟电影名称一模一样的小说名称 然后我也想跟大家推荐一部 就是最近看的一部作品 其实都会跟等一下的主题 有一点就是相关联 所以我们大家都还会再 就肉回来 大家不要想说 今天是不是来推荐电影跟影集的 就是我最近在很认真 看一部影集叫做苍蓝爵 然后呢 这一部应该是大概八月的时候 就非常非常的红 然后现在在Netflix上面 也就是在狂播这样子 然后我觉得这一部 为什么她会这么红 就是因为她的制作非常的精良 就是她的 怎么讲 她的特效 然后跟她整个剪接的手法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就是她的故事 其实就是那种 万年千年的仙界 虐恋 那其实我觉得 如果你本身不是这么少女性 或是这么爱看爱情故事的话 你可能会觉得 我对于这种故事 没有那么的 那么的有热忱这样子 但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 有少女心的人 那这一部真的是拍得很不错 因为我不太确定 大家有没有看过很多仙侠剧 都是那种爱得莫名其妙 或者是第五集的时候 就是我可以为你死 然后我可以自杀 然后就是拯救全仙界这样子 然后我对于这种故事 就非常的不屑 因为就是完全没有任何 铺垫的那种爱情故事 就会让人看了没有什么感觉 可是我觉得苍蓝爵 她就是做到了一件 很简单的事情 就是她让大家知道 为什么两个人会相爱 然后为什么这一段恋情 必须要这么虐 就是一切都是有原因的 所以她算是完全 没有任何工具人 然后故事写得很清楚 然后每一个角色 都有她很好的动机 所以我觉得以一个 爱情故事来说 她算是写得真的是很不错 所以就是在这边 也推荐给大家 对那首先我要先 就想问一下 就是你觉得 你今天推荐的这一部电影 它跟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 有什么样子的关联 我那时候会想要特别在今天这一集讲 就是因为其实在看电影的时候 她的主角们 因为她们的身份的关系 就是她们有这个 比较与众不同的欲望存在的关系 所以她们算是被社会遗弃的一群人 就是她们没有办法在 所谓手指夸胡正常的社会里面生活 因为她们有点良心的话 会觉得自己在危害这个社会 所以她们自己会离群所居这样 所以她们都一直给我一种 她们随时都在过着 就是没有明天的那种 游牧族群的生活 所以在看的过程中 你也会觉得 当她们在所谓流浪的 这一段期间的时候 我常常就在想说 那对她们来说 睡觉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就是如果你没有一个 想要期待的明天的话 那你又为什么会想要 觉得说 那我现在就要赶快去睡觉 我不知道这个关联性强不强 我觉得强耶 因为就像是很多人 她年轻的时候 可能会觉得说 我不太确定 大家是不是都有这样子的想法 但是我曾经有听说过 就是很多人会觉得 她人生最巅峰 会差不多在20岁左右达成 所以她在20岁之前 可能每一天都觉得 我要活得没有明天 我一定要把我最精彩的人生 在这个时候都绽放完毕 然后之后发生什么事情我不管 但是我一定要在20岁之前 活出我最灿烂的人生 我通常在这个年纪之前 都会完全没有睡觉的欲望 因为你会觉得 睡觉是在浪费生命 然后会让你少掉 可能跟别人接触 或是享受人生的时间这样子 但我觉得这部电影 又跟这样不太一样 是因为他们是让我觉得 他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大到他们 也不知道自己 就是支撑自己活下去的 力量是什么的那种感觉 对但当然就是这部电影 它还是有个主轴 为什么他们要流浪 只是 就是电影故事的男主角 有因为他跟女主角 先共同完成一件事情之后 然后他就有点失去目标 所以他就自己一个人 就是也跑去湖边生活这样子 然后就过得很颓废什么的 这一份就是这种 对明天完全没有期待的感觉 就让我想到 就是其实 在我大学的时候 很有这种感觉 因为你对未来 真的太不确定性到 你开始会不想要睡觉 因为明天没有什么 让你期待的事情 觉得你一定要早起 所以你就不会觉得 自己要在所谓就是健康 或是需要早起的时间段去睡觉 然后就开始进入一个 疯狂熬夜的循环 我突然觉得 刚刚我们已经讲到了 两种可能性 就是你要不是觉得 生命太宝贵 要不是就是觉得 我到底活着干嘛 就是这两件事情 好像都会导致 就是你觉得睡觉 这件事情没有必要 所以我觉得很有趣 是因为为什么我刚刚说 我讲苍蓝爵 会跟就是睡觉 这件事情有关系 就是因为我难得 真的看到了一步 让我觉得 好不想睡觉 好想知道 等一下会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因为很多时候 其实我在看剧的时候 有些故事 它的节奏 可能是比较平缓疗愈的 你就会觉得 好好我今天好好休息 然后明天早上 我在就是养精虚烈 好好的再来看 这部电影 或是这部剧 可是苍蓝爵 会让我觉得说 如果我现在不知道的话 晚上就是会 你知道就是很难眠 这样子 然后我就觉得 很共识 就是刚好 因为我们今天要聊的 就是跟睡觉 这件事情很有关系 对 那我想要先问 所以你是会熬夜的人吗 基本上不会 对 因为我觉得主要是 跟身体有关系 就是我是那种 如果我熬夜 我隔天的整个表现 或是我整个精神 会很明显的很萎靡 是从小到大都这样吗 对 就是我 因为通常你可能 国中没有什么感觉 可是我高中的时候 如果 假如说晚上10点 11点才回到家 因为那时候玩社团 基本上就是 我也不太能够熬夜 因为如果我真的熬夜了 我隔天去上学 是整个人 就是会很像游魂这样子 然后因为你知道 高中生的那个 行程表情 其实是很满的 就是从8点 一直到下午5点 都没有什么时间 可以休息 然后我就蛮早就发现 我跟很多同学不太一样 因为我有认识一些同学 是他可以熬夜到凌晨5点 然后隔天到学校 还是生龙活虎到一个步行 然后一直延续到大学 都还是这样子的生态 所以我就觉得 天哪 就是这 这好像是基因有关系 我觉得是 因为有些人真的 他一天可能只需要 睡4个小时 他就会觉得精神饱满 但是我觉得那是因为 他们的睡眠质量很高 有可能 因为之前我有听说 就是有一些男同学 是那种科学脑 你知道吗 他们就讲说 我跟你说 我一天其实我只要 非常好的 4个小时睡觉 我就可以立刻起来念书 然后他们就真的 每天只睡4个小时 然后就每天起来念书 然后就还是活得很好 这样子 我都称这种人 是在燃烧自己的生命 我希望他们现在 都还活得很好 因为我自己就是 对于熬夜这个话题 会特别有感 是因为 我其实在 国中到大学阶段 是一个不太熬夜的人 就是我不会为了 我要读书而熬夜 因为我一直抱着一种 我没读完 后果我自己承担 但是我要睡觉 我觉得睡觉很重要 然后一直到 就是刚刚前面有提到 就是其实 开始有这种 比较恶性熬夜的习惯 是在大四准备要毕业 然后要开始找工作 就是我觉得生活中 开始有压力的时候 我就真的会一直觉得 我不想睡觉 我觉得睡觉好痛 就是睡觉不痛苦 而是起来后 要面对的明天 对我来说 是有一点痛苦的 因为那个明天的 不确定性太高了 然后就算我找到工作了 但是我可能在工作过程中 还是会觉得 这份工作我没有 那么喜欢的话 我又会开始进入 那个超级恶性熬夜 因为每一天都不想睡觉 就会觉得 我如果明天要去做一件 我这么不想做的事情 那今天我要在最后 睡觉的这个moment 然后尽情的做 我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滑手机 然后就会开始 就是每天都滑到 大概两点多左右 才会睡觉 然后可以再去上班这样 那你觉得 你的精神有被影响到吗 还是你去上班的时候 还是会有那个 肾上腺素支撑着你 没有欸 因为如果你做的是 你自己完全没有 兴趣的事情的话 其实你很难会有 那个肾上腺素 就只能说是 你还是会有 还是撑得过去 但就咖啡会喝很多 然后会变成一个习惯 然后 你有点难去改掉 这个习惯说 那我要早睡 就是我可能那天超累 但是我那天回到家 之后 我还是没有办法早睡 对 哇 针对这个话题 我觉得我自己 列了好几个原因 就是我为什么会熬夜 因为对我来说 熬夜的代价挺大的嘛 因为如果是我可能 隔天早上起来 都还是生龙活活的话 那熬不熬夜 好像就只是一个原则问题 就是早睡 对身体好的那种感觉 可是如果是像我这种人的话 我是隔天可能真的会影响到 我的心情加表现 所以其实我觉得 对我来说 要熬夜的话 最大的原因就是 通常是看小说啦 就是看那种 凶山岸的小说 你没有看到结局 你就是睡不着 所以呢 我可能就是会 一直狂看 然后我还很清楚记得 我有一阵子 完全不想睡觉 就是我在看 生活大爆炸的时候 因为 我是从第一季开始 就是狂追 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 那时候是着了 我就觉得这影集真的好好看 所以他其实没有任何的悬疑点 对 他中间没什么关联性 可是我就真的完全停不下 因为我就觉得说 我好想知道这群人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自己很像被下骨 然后另外一次是 我在看拥抱太阳的月亮 就这两部 刚好都突然让我 就是完全不想睡觉 然后我就觉得很神奇 是因为他们其实没有什么共通点 可是他们就是会好看到 让我觉得 我如果去睡觉的话 真的太可惜 我好像好想要维持这种兴奋的感觉 我懂 因为我也有就是 这种类型的熬夜 然后最近一次是 我们要去澳洲前 有一天晚上 我不是在找机票吗 然后我就跟你说 那天 那天我从晚上大概九点都开始找 然后就一直找到找 我就心里面一直觉得说 我一定可以找到更便宜 我一定可以找到更好的 我就一路找到了 给你找到六点 我就觉得 太疯狂 这么多个小时 你都是身上限度在燃烧吗 真的是 而且我没有一刻觉得我累了 就我就是一直找一直找 然后就是觉得 好有趣我好想做这件事情这样 那你隔天有没有累 隔天 应该是有吧 因为那时候就是还在休息嘛 所以隔天当然就是 可能又睡了 大概三四个小时就起床 可是也不会到 就真的觉得很累这样 因为有那个兴奋感 是我要赶快跟你说 我找到的结果 然后我们要赶快订机票 然后去完成这件事情 所以确实我觉得在 熬夜这一方面来讲 就真的对我来说也是两种 一种就是我不想要结束 今天的那一种熬夜 另外一种是 我现在在进行一件事情 我就是想要把它完成 然后这种情况下 通常就是会发生在 我有想要完成的事项 就譬如说我高中的时候会 因为要剪社团要出的影片 然后就会熬夜到三四点 而且那时候是 家里面还有桌上型电脑的时候 然后我们家桌上型电脑 是放在餐厅 我记得很清楚 然后我妈要进去睡觉的时候 就很认真跟我说 你不要再这样熬夜下去了 她那时候就觉得社团 对我来说是一个危害 她就觉得说你怎么可以 一直这样熬夜 我就跟她说不行 我今天一定要剪完 然后那时候我可能也是 剪到大概三四点吧 之类的 其实后来我仔细想想 对我来说 当然也是会有那种 你知道隔天会有一件 比较困难的事情要做 然后你就会有一种很烦 就是其实你很想睡觉 就是很想要赶快进入梦乡 很舒服的休息 可是你又想到隔天的事情 你会烦躁到不想睡觉 想说那不然我来看点什么好了 但我觉得最难借的就是 其实有一阵子 大概就是前三年吧 就是我很常剪阴档 讲要半夜 就是其实一点都不敢 就是像例如说 我们每周都会上阴档嘛 然后其实假如说 那天可能就是会是礼拜六 然后我们的阴档 都是礼拜四才上线 可是我就是很喜欢 熬夜剪阴档 然后后来我妈是真的 有点受不了 她就讲不要再熬夜剪阴档了 你是喜欢那个时候的 平静感吗 对 然后因为我觉得 剪阴档很好玩 很开心 所以就假如说 我们假如说录完 然后回到我家七八点 吃完饭 然后做点事情 九点十点洗完澡 然后就会开始剪阴档 剪完阴档再听一遍 听完一遍 啊再剪一次好了 然后就这样剪剪剪 然后可能剪到十二点半 因为差不多十二点之后 睡觉对我来说 就有点太晚了这样 然后后来我是真的 要很认真的跟自己说 只要事情没有来不及 就应该要先去睡觉 然后我现在才真 终于养成了一个习惯 就是今天如果这个阴档 不是明天就要上传的话 我不要再熬夜剪阴档 因为我发现 其实长期下来 我那个礼拜就是真的会累 就算是做很开心的事情 就算是 我是自愿性的想要熬夜 但是我就发现 其实这件事情 对我的身体 还是有一些影响的 但是我觉得 有时候开心的事情 反而也很难戒掉 那你觉得就是 从你开始运动之后 你有变得比较 就是假设你熬夜了 那个累的感觉 会比较不明显吗 我必须要说 我发现一直以来都没有 我也觉得很好奇 就是因为我是一个 就是会睡无觉的人 可是我睡了午觉之后 晚上又还是会睡很久 然后我就跟我妈说 到底是为什么 我这么爱睡觉 然后我妈就说 她发现我这个人就是 无论我在怎么 就是努力锻炼 我好像只要事情 不是照原本的routine 去发展的话 我就会突然断电 就是只要是 假如说我 因为看了某一个影集 然后可能就熬夜两个晚上 我那个礼拜就会 就是很容易很累 然后会一直睡午觉 一直睡午觉 就我发现好像 我的体力是 跟我有没有维持一个 良好的 稳定的生活习惯有关 然后反而可能运动的话 是变成我的 就是负重力会增加 但是我觉得体力方面 好像主要还是 跟力行公式有关系 就是不能打破循环 哦 而且我刚刚又突然想到一种是 你不是刻意自己要熬夜 而是你睡不着觉 哦 就是我觉得我在 真的是我学生时代的时候 这件事情很少发生 然后我还记得 我大学的时候有一次我有 有几个就是 他们晚上很常失眠的同学 就很认真地问我 跟另外一位朋友说 你们晚上都不会睡不着觉吗 然后我们就说 不会啊 就睡觉啊 就是可能躺在床上 然后大概过个一分钟以内 我一定可以睡着的那种情况 然后真的是到出社会之后 我才体会到 就是什么叫做 你大脑停不下来 就是你无法关机的状况 嗯 发生了 然后那个就是让你 导致你被迫要熬夜 因为你睡不着觉 那我有个问题就是 你觉得这件事情是 如果你当时是 有在做一个计划 或是你当时是 在工作的时候 这件事情会特别明显吗 还是就算你 可能当时是 例如说在休息中 还是会有这样子 脑袋停不下来的状况 我觉得是 如果你睡前开始 突然想到一个很远 根本就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可是这个事情 它可能有点复杂 嗯 就是这件事情的结果是 呃 你前面可能要做 大概十个工序 而且这十个工序 都是不太能出错的情况下 才会发生的事情的话 那你就会 我脑中就会开始不断的从 那我第一个要做什么 第二个要做什么 那我第二个如果这样做的话 那我第一个就要调整 那我第三个如果要这样做的话 那我前面又不行 然后我就会一直这样 轮回轮回轮回 然后最后就是 呃 有的时候会因为这样 真的想出一个更好的解决方式 但大部分的时候 就是导致我自己睡不着 嗯 就也不是焦虑感 而是 我的头脑停不下来 让我真的睡不着觉 然后这时候我的唯一简方 就是听音乐 不然就是听podcast 嗯 就是听别人说话 让我不要去思考 嗯 对 哦 我觉得这个真的好难哦 因为我其实是很喜欢 在晚上想事情的人 因为大家应该都很喜欢吧 就是通常洗澡跟睡觉 就是绝对不会有人 来打扰你的两个时间 然后因为洗澡的时间很短 所以我通常 如果有一件 真的很烦恼的事情 或是真的 有一个情绪 让我很不爽的话 我可能通常都是 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去解决 可是有时候 真的你想到兴奋处 你会花两三个小时去想 然后最后 你可能就过了最佳入睡时机 那你会 就是因为 常常在想 譬如说 讲无法消化的情绪好了 你会因为 就是真的消化不了 最后就那一天晚上 完全睡不着觉吗 通常不会 因为可能想一想之后 我就是会 开始神游 然后就睡着 哦 但是如果是那种 很确切的事情 就例如说 呃 我举个例子好了 假如说有一个人 可能问我说 你要不要接这个工作 然后我就想说 到底是要还是不要 这种就是很明确的情绪 就是很烦恼 不知道要选哪一个 那我可能就会花整个晚上想想想 然后如果隔天 我又知道说 我要六点起床 那会加上第三个烦恼 就是 哦 我一定要准时起床 我一定要准时起床 所以最后就因为 很想要准时起床 又很想要想出一个答案 最后就会有一种 其实你有睡着 可是你会觉得 你有一种完全没有入睡 然后六点 闹钟一想的时候 你立刻醒来 我不知道 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种情绪 或者是 最好的举例就是 要校外教学的那种晚上 我就会想说 啊 好兴奋好兴奋 然后最后 五点闹钟想的时候 你想说 诶 我刚好睡着吗 有啊 我印象最深刻 就是我们在国外 然后因为太常要赶那种 凌晨的班级 呃 可能是大概凌晨五点左右 但是因为从宿舍出发到机场 可能要一个小时之类的 所以 就是大概凌晨三点 或四点就要起床 然后前一天晚上 你可能想说 好 那因为我今天等一下三点就要起床 所以我理想的睡觉时间 如果要睡晚八小时的话 那就是我可能晚上七点或八点就要睡觉 那你也知道那个时间点 你躺下去根本就不会有睡意 嗯 然后当你真的躺下去之后 你一定会在床上 就是辗转反侧 到至少晚上十点 甚至十一点 然后是真的要十二点 你想说 啊 我只要四个小时了 我这样子会睡眠不够 你才有可能会睡着 可是你那个睡着 是你心里面会一直跟自己说 你再睡个两个小时就要起床了 对 所以你完全没有休息到 然后最后那就会变成一个 很糟糕的睡眠品质 对 想要定期收听更多书从人生的精彩书单吗 想要定期吸收更多影剧人生的心得体悟吗 欢迎订阅我们跟Mixerbox合作推出的 午后女子会赞助方案 每月提供一篇节目精选主题延伸文章 以及我们的每月书单影剧片单心得分享 外加每月Bonus书从人生特辑 以及每两个月一次的英文闲聊单集 现在就去Mixerbox搜寻午后女子会 Afternoon Girls Club 订阅不同层级的方案 为你的生活提供更多休闲娱乐的新选择 所以我现在就很认真很想要有一个 就是例如说睡觉前的一个小时都不要碰3C 甚至是有人讲说也不要看书 因为有时候看书你可能很在那个情节里面 你有想去看下去 或是那个情节很刺激或是很恐怖什么的 也可能会影响到你的睡眠品质 可是真的说真的在你躺下去的前一个小时 如果你什么都不做的话 那你到底要干嘛 我正在问你那还可以做什么欸 很多人是说你可以冥想或者是点蜡烛 然后享受一个人的估计时光 没有我觉得等一下 因为这个享受一个人的估计时光的意思 就代表你是自己想你在独处 在独处就是会思考 思考就是会焦虑 焦虑就是会睡不着觉 我觉得我目前还是没办法放弃看书啦 因为就是如果你真的叫我一个小时候 坐在那边什么都不做 只是拉筋跟冥想的话 我觉得有点太长了 哦 就是10分钟可能可以这样 对对对 但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 嗯 要慢慢练习 而且我之前还有一个很大的烦恼 现在比较还好 但我之前很常熬夜的原因是因为 我有很多朋友就出国念书了嘛 所以出国念书就会有时差 然后我通常假如说晚上10点左右 都是他们白天可能比较活跃的时间 所以他们都会在那个时间点 跟我聊天 或是想要展开一个很深入的话题 不是说什么 诶你今天吃了什么 而是说 你未来10年的规划是什么 类似像这样子的问题 然后你就会开始聊天 然后聊得很开心 然后已经聊到11点半了 就觉得好像应该要睡觉了 可是这个对话真的好有意义哦 我应该要继续聊下去 我们难得可以就是这样子越洋的 例如说讲电话或是聊天 所以常常会因为就是在传讯息 然后舍不得跟朋友说 其实我要睡觉 其实我隔天要早起 或是其实我很困 然后我就有时候会这样子聊聊聊 聊到两三点 然后就想说 啊我为什么要这样对自己 我们应该要先跟对方说的 可是我就是舍不得 跟朋友说我要去睡觉了 所以就常常因为这样子熬夜 嗯 对所以这件事情也是 我还在练习啦 不过因为最近就是朋友们 也就是工作都很忙 所以也比较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 所以我每次都会觉得 啊因为很难得 所以不应该喊咖 嗯 对所以我不太确定 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烦恼啦 但我觉得这算是幸福的烦恼 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那种 热恋时期 会跟男朋友或是女朋友 讲电话讲到凌晨 然后什么都挂单电话的情节啊 对 然后就是会把那个手机 排在旁边挂睡 对 我跟你讲挂睡 也是我这一两年才学到的心词 哦是哦 对 嗯 所以我也是不太确定 因为有时候就是因为 聊天的快乐很大 所以你就会觉得 哦好像不应该影响到你的睡眠 可是常常都会在隔天的时候又想说 啊其实就是早早就早睡了 有什么事情隔天再讲也可以 我真的这个 呃就是自我对话 在我脑中发生过非常多次 就是我每次不小心熬夜之后 隔天晚上 如果很累的话 我就会跟自己说今天要早点睡 然后今天可能真的比较早躺在床上 譬如说晚上十点半 我就躺在床上 我就会开始滑手机 然后就看看看看看看 然后又看到了十二点一点 嗯 然后才会就想说啊我真的不行 要睡着了这样子 那你觉得如果是针对像是暴富性熬夜 就例如说像我觉得很好笑是 明明应该要睡觉 可是你手就会忍不住 我的手很好笑 他就会忍不住点到YouTube点下去 你不要讲的 好像你守了自己的生命 这就是你自己脑中的决定而已 然后点下去之后就会想说 哦那不然来看一个 二十分钟的影片好了 然后看完之后觉得 哦这影片不错 再来看下一个 然后就是有的时候 其实你本来 第一个想法是我要睡觉 嗯 可是不知怎么的 十分钟之后你就会开始陷入YouTube的世界 那你觉得针对这种 有点暴富性熬夜 或是这个时间才是我 真的要开始我的夜生活 这个时段这个想法 你觉得有没有什么解决的方法 没有啊 我现在就是身陷其中 我本来今天还抱持这个疑问 要请你帮我解答耶 因为我不知道你会有这种症状 因为我自己的症状非常明显 就是我睡觉前我是严重到 这种暴富性熬夜是严重到 我滑完譬如说Facebook的那个影片 我看完了我觉得很无聊了 我会跳出来到YouTube 然后开始看YouTube shorts 或是看YouTube上影片 看看看看觉得 哦好无聊不想看了 我会再跳出来到TikTok TikTok看完之后想说 还是不想睡觉 我再回到Facebook 它就变成一个循环 我有这么多娱乐选择 所以我觉得从中一直找一直找 甚至很多时候其实我就是 重复看一些我已经看过的内容 但我觉得很好看 我就会看 然后对我来说那很放松 就是 我觉得现在就是真的太多 情况是你一整天可能因为你上班或什么 所以你的时间被卡住嘛 然后你回家之后就跟家人吃饭啊 所以你也没有到真正的休息到 也不讲休息到 就是你还是要维持一定的 就是社交的程度 然后就是只有在睡觉前 你那段时间是自己没有 真的不需要跟人家社交 然后可以完全放空 那放空的时候想要做什么 就是你又不想要面对自己心里面的想法 所以就开始疯狂滑手机 然后接收这些可能没有用的资讯 然后但是接收这些资讯 它又很中毒性的 会让你就是停不下来 然后你会一直觉得 我今天一定要滑个两到三个小时 才算我真的有滑到手机 我才可以睡觉这样 我觉得我自己的做法是 我这件事情应该实行了 有没有半年多 就是我用那个荧幕使用时间 就是我把它整个关起来 所以基本上我的手机大概十点 对十点开始 它就会全部关起来 我只有留几个app 是YouTube 然后Audible 跟那个Podcast 因为我必须要留 YouTube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要听ASMR 所以它是我唯一可以收听的管道 然后我觉得就是 手机这个整个关掉 是非常非常有帮助 就虽然你还是可以打开 你可以决定说什么 今天都不要 不要把这个app关起来 可是真的因为这样子 有很多讯息 不会进到我的眼里 所以很多事情 就是隔天早上八点之后再处理 所以我觉得它帮助我很多 尤其像那种就是什么 TikTok或Shorts 就因为这样其实我看不太到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还不错的方法 虽然有很多朋友跟我抱怨说 他们可能晚上打电话给我 我都不接 就是因为它会直接block掉这样 但我刚刚就是想到说 这件事情就是刚好可以 关联到我们之后 也想要录的一个单集 就是所谓自制力这件事 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 报复性熬夜或是熬夜 至今有一点难解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自制力比较低下 然后我就很常会 就是放纵自己 导致最后就是会很累 可是我也会告诉自己说 但累也是因为我前一天熬夜 所以我就自己承担 所以就是好像也没有怎么样 但是心里面会跟自己说 就是希望可以不要熬夜 是最好的 我觉得其实如果以人性来说 最好解的方法 就是一定要找到一个 比这些东西更吸引人的 就是方案 虽然这件事情非常的困难 对我来说的话 就是找到ASMR影片 然后因为ASMR影片 你其实不太能够一直看嘛 因为你看就觉得 它其实也没在干嘛 但你用听了会觉得很开心 所以通常我就是会边听边躺着 然后因为它的那个吸引力很大 你就会不会有那个欲望 想说啊我再来看个什么别的影片 再来看个什么别的影集 然后就会默默的睡着这样 哦 但我觉得其实书还蛮好的 因为通常你看书 然后尤其是晚上 很容易会想要打喝钱 我之前好像有跟大家提过 我在睡前会比较习惯 选择小说类型的书 嗯 然后我自己觉得小说类型的书 很容易入眠是真的 但就是有些人是觉得工具书比较容易入眠 可是因为工具书它会让我去反思很多我自己的行为 所以反而就会让我一直不断在思考 可是小说的话 就是如果它稍微就是叙述一点冗长 我就想说哦 好差不多 然后就会整个意识出走 对 我觉得要找到自己 就是要找到让你批乏的东西吗 这样也好像有点怪怪 但就是要找到一些你觉得还算蛮有趣 可是又可以让你比较快感到疲累的东西 嗯 就书通常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啦 嗯嗯嗯 对 大家可以选择看一下什么人物传记啊之类的 哦 人物传记不错耶 就它不会真的无聊 可是它需要一些脑容量去消化 嗯 对 我觉得通常就是你看书看一看 你会突然就觉得 哦 好困哦 然后你会心满意足的和尚书然后躺下来 因为通常就是如果你看 好像是如果是3C产品的话 我记得它好像是会让你又更兴奋 嗯 所以通常你会因为这样子睡不着 然后也有人跟我讲说 他本来是想说运动一下可能会比较累 会想睡 可是因为你运动你整个身体要动起来了 他他们又会觉得说 啊我活起来我活起来了 我不要睡觉 哦 所以后来我是觉得 如果是运动的话可能大家要考量一下 然后我自己是觉得 如果你意志力算坚强的话 把手机的那个APP锁起来 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所以你觉得对你来说 目前比较不会有熬夜的倾向的原因是 你用身体健康这件事情来控制自己说 我不可以熬夜 还是就是单纯因为你觉得 明天有一件你很期待的事情 我觉得是两个综合起来 就是因为当然现在这个年纪 我会很在乎我的身体健康 所以我会觉得说 不熬夜是一种我对自己负责任的方式 然后再来隔天的话 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点是 我发现我是成型人 就是 成型人是什么意思 就是早晨的成 然后就是A型的行 就是因为像有些人是 晚上他会越来越有创意什么的 但其实我觉得 我晚上也可以做事 但是我是喜欢在白天活动的人 所以如果我熬夜的话 就变成是我会更晚起床 我就消耗掉了 我更有活力的那段时间 其实我就是一直在陷害我自己嘛 不太确定如果你本来 就是在晚上特别活跃的人 要怎么解决这件事情 搞不好其实也不用 只是很多人都会讲说 我们应该要日出而做 日落而息嘛 所以我目前是觉得 好像这样的生活方式 是适合我的 那我觉得其实 如果你觉得你 白天睡觉晚上工作 身体也没有被影响的话 我觉得好像也没什么关系 我觉得完全没有关系 只是就是如果你 因为工作关系 需要变成成型人的话 那其实不熬夜对我们来说 就是一个很重要 需要被解决的课题 对但就是像之前讲的 如果你今天 很清楚知道自己的身体 就是睡四个小时就足够的话 那我真的觉得 你的生活很棒 我很需要拥有这样的身体 对 而且我还想到一个 就是可能年纪稍微大一点 比较容易做到的 就是减少不必要的社交 就算是在家里好了 我觉得也是就是 可以提早开始独处的时间 因为就像你刚刚说的 很多时候报复性熬夜 就是因为你都觉得 没有自己的时间 那可能有一部分的原因 是来自于 你觉得你有义务 可能要跟大家一起 做某些事情 例如说可能全家人 要一起吃饭 一起看电视 一起聊天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 是可以被调配的 就是你可以提早说 就是可能吃完饭 聊完天 我赶快先回去 做我自己的事情进行 就是先让自己尽兴 你才可以提早睡觉 我觉得这件事情 是可以沟通的啦 就是像我自己有时候 如果我觉得 好像已经七八点了 可是我都还没有独处到 我会先把门关起来 然后我就先做 我自己的事情 然后可能 比如说九点半 我已经觉得 我已经花了一个小时 看了我想看的东西 准备我想写的东西 那我就觉得心满意足 我可以去洗澡睡觉 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有差 因为有时候 你门打开 然后虽然你觉得 你在做自己的事情 可是别人就是会 进来跟你聊天讲话嘛 然后你之后又觉得 委屈巴巴 想说我今天都一直 跟别人讲话 我都没有自己的时间 可是事实上 我还是有一点点选择的 那这一点 就是我只能说 我太弹心了 我都想要 只能说因为 一天只有24个小时 就是时间很宝贵 对 对啊 所以确实就是 如果能够更好地 去调配自己的时间的话 可能可以稍微克服 就是报复性熬夜这件事情 但是我自己觉得 目前为止 就是对我来说 比较不会有 报复性熬夜的原因 就是因为明天 有一件让我期待的事情 我会觉得 我要精力充沛的 去准备好明天期待的事情 所以我才会想说 好那我现在 心满意足的要睡觉 对 对 只是我觉得这个 就要靠大家自己 去想办法找出来 因为如果你跟大家说 你要期待你明天进公司 要期待要工作 大家想说 就是这什么烂建议 但就是可能 在你下班之后 还是会有一些 好玩的事情发生 我自己现在的方式 是因为 我现在的工作形态 是比较早开始上班 所以也会比较早下班 然后我就发现 比较早下班 对我来说 是一件很有吸引力的事情 因为它就让我觉得 我的自由时间 多了很多 所以我就会 因为明天会拥有的 那一块自由时间 被拉长的 觉得很兴奋 那我要早点睡觉 对啊 就有点像是 你帮你明天的自己 一个忙 因为如果你现在 就是觉得很自私 想说 我就是要大熬夜 可是明天的自己 就会觉得好累哦 我就没办法好好享受 明天晚上的 那个自由时间了 可能也可以这样说 但是我觉得 好像有点太浪漫化 以为有好几个自己 但是就是因为 很长时候 你后悔都想说 昨天的我 为什么要这样决定 对 但我现在就是在想说 还是应该要想说 竟然 因为不想要后悔 那就不要这样做 嗯 其实道理都好简单 对 讲到这 我想说 所以到底 为什么要熬夜 而且我觉得 就是你刚刚提到 那个独处时间 就是我之前 前一阵子的做法是 我就会把那个独处时间 拉在就是 譬如说 我下班到回家的 那段路上 嗯 所以像 因为我想要拉长 那段时间 而且我觉得 走路可以帮助 我自己思考 所以我就会跟我爸妈说 哦 我就不回家吃饭 可是那段期间 我其实就是在外面 可能从公司走回家 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 嗯 然后就对我来说 就是足够的独处时间 所以回家之后 我又可以陪他们 就是聊天啊 或是家人相处什么的 然后一直到睡觉前这样 嗯 就确实像你讲的 其实有很多方式 可以做选择啦 就我觉得 其实要不要熬夜 其实你自己都很知道 因为有些人 他就是很有熬夜的本钱 虽然 可能就是老一辈的人 都会讲说 啊你永远都不知道 你年纪大的时候 什么时候身体会有反应 但我觉得的确有些人 他就是比较能够承受 就是睡眠比较少这件事情 但如果你是跟我一样 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的话 其实多给自己一点 那种余地吧 就是例如说 像你刚刚讲的 就是你下班 会先给自己时间 然后像我现在的做法 是我会先关门 告诉大家说 现在这是我的时间 可是等到 我享受完 我个人的时间的时候 我也会把时间 给我身边的人 就是我要社交 我要什么都可以 就是不要觉得说 好像来者要不拒 因为当你来者不拒之后 你剩下的那一句空壳 你还是没办法 陪伴你身边的人 嗯 对啊 没错 所以今天就是 大概是总结了一下 我从大学毕业到 开始工作的这几年来 然后慢慢养成了一个 很可怕的 包覆性熬夜的习惯 然后到最近就是 我认认真真的 震慑这件事情 然后想说我可以怎么做 然后用了一个 比较请教性的心态 想说问一下书语 因为据我所知 他真的是一个 不太熬夜的人 嗯 所以今天我觉得 听完你的说法 也会让我 除了制造就是 哦因为明天有一个 我想要期待的事情之外 就是可以往更多 就是因为我觉得 身体要健康 这个方向发展 哦而且我突然想到 就是很多不熬夜的人 都是因为他没有健身 为什么 因为健身的话 你需要充足的睡眠 才可以让你就是 呃假如你要长肌肉的话 你如果只是光吃跟练 你没有好好的睡觉 跟喝水的话 还是没有办法达到 最好的效果 所以其实如果 以结果论来说的话 有睡觉对于你的健身 是最有帮助的 你都已经去健身房 这么努力了 如果你都不睡觉 到最后你的那个身体 完全没有你想要的成效 你就会觉得更欧 嗯 所以我觉得以 有健身来说的话 这个可能会是 更强的一个诱因 哦 对这样讲完 你是不是更想要早睡了 可能不一定 我觉得还是要看 就是当天发生 什么样的事情啦 哦 就是确实有的时候 呃所谓的 报复性熬夜 最常就是发生在 你可能那一天晚上 只是你上班完了之后呢 下班有很长的 一个社交活动 然后导致你在睡前 你会觉得你需要 那一块自己 独处充电的时间 嗯 可是就如果你能够 稍微调配一下 那个充电时间的话 那你可能会比较 不需要 报复性熬夜 不免俗的 其实这件事情会发生啦 对 就是当你的社交活动 特别多的时候 这件事情就是 永远会发生 只是自己需要找时间去 就是消耗掉那个 精力吧 嗯 对啊 反正就是如果 大家有一些好的 可以让自己 不要熬夜妙照的话 也欢迎分享给我们 如果你有一些秘诀 可以让你每天 只睡四小时 还是精力充沛的话 也欢迎跟我们分享 没错 那我们的IG账号是 Afternoon Girls Club 然后所以也欢迎到上面 私讯我们 或是在现实动态标记我们 那如果针对这集的特定时间段 有想要做特定留言的话 也欢迎到 Mixter Fox 搜寻午后女子会 喜欢这集节目的话 也欢迎到 Apple Podcast 给我们留下五星评论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午后女子会 散会